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系统后的后遗症 那这个呢 为什么大脑在这次的疫情中总是遭受了重创呢 对 确实是这样 就是这个牵扯到现代的医学 它虽然很发达 有很多新的技术也层出不穷 但是呢 其实对人的生命的现象 甚至就说包括人的这个大脑的基本的这个运作的情况 还是有很多不能完全解释的这个现象存在 你比方说我们的大脑里面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 那这么多的神经细胞之间 他们这个互相之间是怎么沟通啊 这个讯息是怎么传递的呀 这个记忆的本质是什么呀 人的思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呀 像这些基本的这个医学的概念的问题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解释清楚 那我们今天呢 也给大家举一个医学上不能解释的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医生们就发现有一些人啊 他的大脑很小 几乎就有的几乎就是像没有脑一样的 但是他却是智力很正常 而且生活社交都很正常的一些人 叫做无脑人啊 对 那说到无脑人 我记得董博士您在3月29号 无脑人的这个案例播出之后 其实很多观众也留言说 这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跟我们所过去认知的这个脑容量跟智商的关系 好像似乎有点冲击 改变了我们对人体结构的一些认识 那我想请教您 科学家还有类似的研究发现吗 是 是我们说到新的发现之前 我们来就是再重温一下 就是上次说到的那个无脑人的案例 好的 这个是1980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 英国罗伯教授看过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这个呢就是说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无脑人 最早的这个案例典型的案例 他说的是一个智商有126的一个 可以称为数学一个天才式的这么一个学生 他成绩很优异 而且也获得了数学的一个荣誉的学位 社交啊各方面也完全正常 可是因为他的脑袋比正常稍微大一点点 医生就给他做了一个大脑的一个扫描 结果意外的发现 他的脑子 正常的人的这个扫描的时候 大脑结构就左边的这个 脑组织应该有4.5个厘米左右 这个影片可以放 就是中间很小的地方是这个大脑的这个脑室 里面有一点液体 但是呢这个孩子呢 他的大脑里面 他的那个脑组只有一个毫米左右 然后大颅腔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脑积液 也就是脑积水俗称的 而且呢这不是一个唯一的案例 他是这位罗伯教授 他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神经病学的教授 他是研究脑积水的这些案例的专家 他系统收集了600多个案例 他发现其中有 他把这些案例按照轻中重 分成了几个不同的类型 发现一半的这种非常严重的案例 这个非常严重呢 就是说他脑组织不到正常的5% 很就很少了 这些人呢 有一半的这种类型的最严重的 很严重的这种案例呢 他的智力是完全正常的 智商大于100 是 哇这个真的是上次您谈到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很惊奇 那我另外我想请教您 这些人患有严重的脑积水 那大脑是严重的萎缩 不仅有正常的社会交往 而且还可以取得很高的学业成绩 所以我想请教您 他们的聪明智慧从哪里来的呢 科学家人对无脑人有什么样的解释呢 对 实际上这个真的是科学上的一个谜 怎么讲呢 其实我们回忆一下 就是科学家其实对这个贫死经验 有过一个研究 就发现就包括研究唐山大地震的 有一个专家 他就是对这个唐山大地震的 在那种很危险的情况下 有过几乎是死亡的这个经历 然后又活过来的这些人 幸存者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他们在就是瀕临死亡的那个瞬间 发现人的身体有一部分物质身体 从这个人的这个肉身里头就出来了 那而且那一部分是确确实实是一个物质的存在 所以这个呢就给人们一个提示 那我们人除了肉眼可见到的这个 我们这个物质身体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部分结构可能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 那与此类似 那科学家其实对无脑人这个 这一个这一个现象 其实做了很多的探讨 包括比方说 就是科学家呢 他就认为人的大脑除了我们看得见的结构 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大脑 也叫隐形大脑 或者叫深层大脑 比如说 这是伦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 这个Patrick Ward 他就提出来 就是神经病学 神经学家们一直认为他们所珍视的 所发现的一切大脑功能 都是由大脑皮层执行的 但是事实情况就是 很多人们认为是大脑的功能 很可能是大脑的深层结构 也就是看不见的大脑 隐形的大脑来执行的 另外呢 美国哈佛大学还有一个神经科学家 他叫Norman Gasswind 他也是相似 他提出来毫无疑问 大脑的这个深层结构 也就是隐形的大脑 对大脑的很多功能都非常重要 与此像是英国还有利物浦的大学有个神经生理学教授 David Brousher 他也是提出类似的观点 包括还有美国研究量子神经科学的一个学者 J.Alfred在他的著作大脑和现实 这一个本书里面也形容我们人有一个看不见的隐形的大脑 那如果说隐形大脑就像科学家所证实的真实存在 甚至包括结构 那科学家都有这么深入的发现 那么与这边的物质大脑它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它可以说是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比方说它这个隐形的大脑很可能 它是直接来决定这个肉身大脑的功能的 你比方说刚才那个无脑人 它其实肉身的大脑只剩下5%了 然后不到都萎缩成那样了 它还能够正常的思考学习 还有很高的智力水平 对不对 那你说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记忆储存在哪里呢 所以说这是这么多神经科学家 大家都一致地提出了这个隐形大脑的概念 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也是有它的原因的 我们就举个例子 大家见过这个皮影戏了吗 就是很流行的一种传统的艺术 这个皮影戏的这个 其实大家人们观众看到的是那个皮影 皮影人在那里 在那里活动演出 对对对 可是呢 这个皮影子是台上的这个形象 其实真正决定这台戏怎么唱的 是那个台后面 那个操控皮影戏的那些工作人员 也就是说他们是隐形的演员 所以观众看不见 但他们却存在着 那我们再回到无脑人这个案例 讲这个隐形大脑和这个肉眼看得见的大脑的关联性 这里有另外一个案例值得一提 这是2021年2月20日在雅虎发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 是这个孩子呢 她的妈妈怀孕她第20周的时候就发现宝宝又有脑积水 就是左边的这个大家看到大部分这个颅腔都是黑的 那这个妈妈呢就非常想让这个孩子活下来 所以就伸出的时候 发现她的大脑只有正常的2% 也就是刚才这个罗伯教授 她的这个分类的最严重的这个脑积水的案例 结果呢就是医生就给她做了一个引流 就是在她的脑袋开了一个洞 安装一个引流器 把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水 给她慢慢慢慢地排出来 结果呢在这个孩子长到3岁的时候 医生就给她再次做了一个大脑的一个扫描 这个时候就发现 就右边的这个图像 这时候她的大脑就发现她长回来了 而且长到了正常的80% 医生称为是一个奇迹 说她是一个医学就是叫奇迹男孩 然后这个孩子呢 而且她不光是脑子长回来了 她的那个认知啊 学习啊 语言等基本能力都有一个明显的进步 所以呢就像再回到这个比喻上 就说这个孩子 他原来没有脑子的时候 只有2%的时候 他虽然这边的脑子坏了 可是他那边的脑子 隐形的那个脑子没有坏 所以当这边的水一流出来的时候 这边的诱因去除掉 他就还能够再慢慢地恢复 就好像如果那个皮影人坏了 那后台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再做一个 再拿出来演 就是一个道理 说到这里 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个隐形啊 生成的大脑可能决定肉身大脑的功能 那这些研究真的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例 真的很像奇迹一样 那么无脑人的大脑有可能在合适的条件下 我们讲这个重新再长回来吗 董博士您之前前面讲过大脑的神经细胞 有再生的能力 那是因为神经细胞再生了吗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特殊关联呢 确实是 有两个层面的这个条件 第一个层面 就是前提条件就是 无脑人他的那个隐形的大脑 他不能坏掉 他那个坏掉了 这边可能也很难长回来 所以那个前提条件是 那个隐形的大脑没有坏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我们节目以前反复给大家讲的 就是人的这个肉身的大脑 它有一些神经干细胞 这个神经干细胞 是我们人维持大脑的这个可塑性 还有自我恢复能力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这个神经的再生能力 是经常被人们所低估的 我们有很多的因素 可以让这个神经干细胞的这个功能 更加的活跃 比方说我们上次就讲到 有一个就是长期的坚持的有氧锻炼 这个能让人的神经干细胞再生 这个增加 另外呢 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那当这个无脑人的这个诱因 导致他无脑的这个诱因去掉之后 这边的神经干细胞 它的数量和功能 可能在这个 在一定的程度下 它可以慢慢的就恢复起来 它有很多的神经在细胞 再次的活跃 增生 复制 然后分化 再迁移到这个大脑皮层的各个部位 那这个脑子就慢慢慢慢的就又长回来了 所以这是两个条件都得同时具备 说到这儿呢 就是最近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科学发现 就是科学家们呢 就发现这个动物死亡之后的这个大脑 放到体外 进行一定的这个复苏之后 它还可以 细胞还可以再长回来 好 这就是给大家看的 这是2010年耶鲁大学 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他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 他就是把猪拿来 再给它做一 做了 让这个猪猝死了以后 猪死了之后四个小时 把这个猪的大脑呢 然后在离体的条件下 就像那个心肺复苏机的那个概念 但是它更复杂 因为是大脑嘛 他就给这个大脑就灌注一些补充营养啊 清除代谢废物的这种方式 然后就是记住啊 是死了四个小时之后 然后把它放到这种条件下 让它尽量的让它复苏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最左边的这个是 这个猪啊 他的大脑死了一个小时之后 然后拿来做的一个解剖学的染色 然后第二个栏目呢 是死了十个小时之后 就是给他拿来做这个染色做处理 然后第三个图呢 就是死了四个小时之后 然后给他做灌注 但是只是一个程序 并没有实质性的给他灌什么营养 只是就是说 这个复苏组的一个空白的一个程序对照组 然后最右边的呢 就是猪死了四个小时之后把大脑取出来 然后在体外做这个复苏六个小时 也就是一共从死亡的那一瞬间开始算一共六个小时的这个时间点的这个图 所以我们可以看哈 这个染出来的这个绿色和红色的都是大脑里的细胞 我们从左往右看一遍 那死了一个小时的就大脑的细胞是这个样子 还是有比较 还是有一些的 然后死了十个小时 基本上就基本上就都死掉了 没有太多的这个细胞了 然后对照组呢也是 他就是什么都没有去 什么都没有放 只是一个程序 那当然就跟那个死了十个小时的是差不多的一个状况 也是基本上看不见任何存活的细胞 那最右边的呢 就是就是复苏的这个 把他的脑子放在复苏的这个条件下 给他灌注营养 灌清除废物 结果就发现 他这个脑子里的这个细胞的数量 几乎就恢复到了 死亡一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对照组 这个就是给人一个非常惊讶的一个结果 就说明就说明这个大脑 以前呢科学家们就认为 这个大脑其实缺血缺氧 非常的敏感 四分钟到六分钟 就认为这个是大脑的抢救时间 如果是更不用说脑死亡四个小时了 这四个小时之后几乎是救不回来的 可是这就是在体外的经过一个适当的处理 把它救回来了 那救回来我们再看 就是我们染出来的这些这两种细胞 都是他非常一个重要的 这个能够让大脑这个细胞恢复 和给他这个再生的这个 就是很重要的功能的这个细胞 然后再看右边的 其实那个柱子 那是表示大脑的神经细胞的 这个突出的囊炮的水平 这个囊炮呢 就是在一个小时和复苏组呢 是没有区别的 他们的量是差不多的 中间的这两组呢 就是死了十个小时的 那基本上就降得很低了 这个囊炮呢 实际上是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 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物质结构 有换句话说 神经细胞的功能要能保持住 它的这个囊炮的这个数量得保持住 也就是说它不光有结构在那儿 它的功能的这个 决定它的这个细胞之间沟通的 这个功能的突出的这个囊炮 它也存在在那儿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研究就让我们 人类对大脑细胞的这个现象 一些死亡啊 还有救活啊 再生啊 或者存活的这个现象的理解 又加深了一层 突破了人的以前的一个局限性的认识 是 其实刚才你董博士您在解说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那这个猪的大脑 它已经死掉了嘛 但是它可以经过处理之后 它可以重新再生 那表示说 可能我们人体结构 我在这么在想 人体结构可能在处理之后 也许我们某一个形态上 在另外的一个隐形的部分 其实它可能还是存在的 未来有机会的话 再请董博士来帮我们解说 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 但是我继续想请教您 就是无脑人的大脑 可以重新生长回来 可以解释为隐形大脑是没有损伤的 也就是说还没有消亡 就可以再长回来 当然是去掉我们所说的 你刚才说排出的脑基液 脑基水等等 那残存的大脑组织的神经细胞再生 既然如此 新冠病毒感染人体 导致大脑神经精神的症状 这么难以治愈 甚至还拖了两年之后 还会持续发展 是不是也跟隐形大脑 被破坏有关系呢 对 这个现象确实这一对比起来 就发现这个新冠病毒 对人的这个大脑的打击 真的是非同一般 你比方说科学家曾经做过研究呢 就是新冠病毒 它直接杀伤人体的 大脑的神经干细胞 三天之后 你看这个只剩下不到5% 所以就说 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对新冠病毒感染人体之后 六个月之后的一个随访 就发现人的大脑相当于衰老了20年 智商下降了10个点 这也是目前这个 我们不管是在细胞水平 还是在人体感染的实际水平 我们都看到了 这个病毒对神经的对大脑的破坏 也是对它的再生机制的一个本质的破坏 那说明了这个新冠病毒 它对人体神经系统的打击 是一个关键中的关键 因为它针对的直接就是我们大脑的 最根本的一个自我修复 自我再生的一个机制 我们人啊 说白了我们人的司令部是哪里 我们人的功能就被是取决于这个大脑 是不是能够正常运作对吧 那我们大脑能不能正常运作 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的大脑的这个活力 这个活力说通俗一点是活力 其实本质上就是大脑的可塑性啊 再生修复的能力啊 也就是说它抵抗外来伤害的能力 这个新冠病毒它似乎直接打击的 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司令部的这个要害的功能所在 也就是说它打到了这个人的就是说我们人体的一个最核心的核心 那根本原因那就给我们一个一个思考 那那为什么新冠病毒它打击这个这么的就是这么的深入这么核心呢 既然科学家们其实众多的科学家提出了这个隐形大脑 看不见的微观大脑的这个假说 那我这里我也不妨提出一个假说 来解释这个新冠病毒对人的大脑的打击的一个深层的原因 怎么讲呢 就是新冠病毒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纳米级的微观生物 就是几百个纳米 那大脑的我们知道大脑的层层结构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细一个整体的一个大脂的器官 然后现在显微镜下能看到细胞对吧 然后再往下看呢 然后还有细胞还有分子DNA啊蛋白质啊等等 那这个分子呢 它有更微观的这个结构 一层层的深入进去 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 现代的物理学也没有办法完全穷尽人们对物质的认识 那可以说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受到启发 也许这个病毒对神经干细胞的损伤是一个表象 那是不是这个新冠病毒有可能在更围观的层面上 也就是在围观的大脑的层面上 或者叫隐形的看不见的大脑的那个层面上 它直接就损伤了那个隐形大脑的功能 那反映到我们人类所存在的这个肉身的大脑上 它可能就是反映就是神经干细胞受损了 然后对人的这个长期的后遗症啊 神经精神症状这么难以治愈啊 对人的这个打击这么深远 所以呢 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新冠病毒很可能 就是对人体的伤害不是在一个层面的 很可能还有其他的更微观的层面 所以在科学在不断的发展进步 说不定将来也有一天 人们也会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这个认知 是我相信 所以我想科学家是不是也是不断的研究 新冠病毒对人体伤带来的损伤 那治病的问题 我想现在呢总算是找到一些线索 我们还是期待科学有更多的新的发现 但是说到对于无脑人的大脑重新长回来的现象 英国国家研究员瑞迪 还有哲学博士佩瑞亚 他们认为量子力学还有心理学之间有关联 那量子力学在这几年 其实被很多的YouTuber讨论很多很多 那现在一般的民众也可以知道就是量子力学 但是神经量子力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学科呢 可不可以请董博士稍微为我们解说一下 对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名词啊 对其实就是说量子力学 说到量子力学是很热门 大家都在探讨讨论 跟人的生活生命现象的各种之间的关联性 其实量子 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微观的一个例子 对吧 那既然非常微观的例子呢 它就有它的能量的特性 说到量子力学 就不可避免的就谈到能量 能量的这个层面的东西 那神经量子力学顾名思义 就是用能量 微观 还有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些理论 来解释这个大脑啊 神经啊 科学的他们这么一个边缘学科 也就换句话说 大脑的很多现象 用现有的物质层面的理论解释不了了 那科学家们就去找这个 其他的更新的理论 更前沿的理论 就找到了量子力学 所以呢 爱因斯坦其实早就说过 任何物质都有它的能量属性 这个也不奇怪 物质有能量 宇宙也有能量 那大脑也有它的能量 那说到这儿 我给大家再讲一个科学家 科学家们做的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意大利的 有一个叫天文物理学家 叫Marie 另外还有一个叫神经 神经的医生 神经科的医生 叫阿尔贝托 他们呢 曾经有一次突发奇想 左边的呢 就是天文物理学家呢 他照到的这个模拟的 宇宙网的这么一个结构图片 那右边的呢 是这个意大利的神经科医生 他把人的大脑的染色图片 放到这儿 他们两个呢 不光是把这两个图片放在一起 还2017年一起写了一篇文章 他指出啊 舅舅你看看这两张图片 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一个好像就是神经细胞 好像长出来 长出一个像上次 我们说到这个树叉一样的 对的 对的 所以但是其实左边的这个 实际上是宇宙的结构图 右边的 对 所以你要不说 还真以为是神经的结构 所以这两位科学家 他们是业界的这个就是代表人物啊 他们就说宇宙的结构和人脑的神经网络 是高度相似的 而且还甚至提出来 人类现在可观测到的宇宙 实际上就像人的这个脑组织的结构一样 所以啊 这个就是看来宏观的东西 跟我们人体啊 是有这么多的关联的 宇宙和生命现象 是有很多的奥秘和联系 等着我们去慢慢的去揭示出来 更多的去认识 是 我想其实刚才董博士 您在说的这个细胞 我真的是如果您没讲 我们还是真的看不出来 甚至了解不了 就是说有关于这个人体的大脑 跟宇宙的结构竟然会有这么相似性 但是细节的部分 我想其实还有很多等待我们的去发掘 那今天呢 非常感谢东宇宏博士为我们的解析 那当然未来我们还是期待 董博士会带来更多更多 有关于人体健康跟甚至是能量啊 宇宙之间的关联 更多的研究报告来跟我们分析 谢谢董博士 谢谢舅舅 好我想呢 其实原来人体的奥妙 不只是在这个物质世界 更衍生到宇宙能量 希望呢 董博士刚才所分析的这个科学研究报告 能给我们医学界治疗新冠病毒损伤 能够有所帮助 我们期待哈 这些发现能够真正的帮助 我们找到真正的身心灵健康之路 但是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是要先提醒大家 因为之前被进播一试 让我们更思考 我们要更用心来制作节目的内容 更仔细的 那提供给大家更好的服务 我想您的每一个支持 您的每一个订阅键 都是给我们莫大的前进的动力 让我们可以继续传播 身心灵健康的知识 所以在节目最后 还是请大家在临线之前 按下订阅键 并且给我们一个like 那除了在YouTube直播之外 我们在新唐人电视台 以及网站 还有在干净world.com 也有同步的完整的直播 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